斗魄苍穹正在惹播,剧中萧妍可是开了挂的男主,一路升级打挂捡老婆。 要问萧妍最爱哪个,恐怕就只有天残土豆知道了。 如今五大美女均已上线,但是云云却遭到了网友痛骂。 不过别忘了,在原著中,云云和萧妍可是有三天三夜不出门的甜蜜桥段。 最新剧情中,自魔朔山脉相遇时,两个人就互相新生好感, 但是碍于自己的身份,云云并没有和萧妍表白。 后来更是因为纳兰妍然,云云一次次的错过萧妍。 三年后,萧妍没有忘记退婚受辱的云兰, 再要免费看全集,请关注微信公众号,有唐周记,云兰之约。 于是在云兰大战中,一举打败了纳兰妍。 不过,当她高兴地回家之时,却发现萧家惨遭云兰宗的屠杀, 萧妍决定站上云兰山为萧家报仇,顿时将云兰宗毁灭大半。 这时,云兰作为原本的云兰宗宗主,自然承担着守护宗会的责任, 于是她亲自阻拦了萧妍,便答应她或解散宗会。 随后,萧妍与云兰两人忘记相拥,就发生了三天三夜的桥段。 经历了与萧妍三天三夜的沉沦后,云兰决心离开萧妍, 趁着萧妍熟睡在要免费看全集, 请关注微信公众号,有唐周剧。 她便偷偷离开了,然而云兰走的时候,萧妍只是装睡而已, 并且痛哭了一场,两人的情分也就这样一刀两断了。 其实,云兰和萧妍的爱情是五条感觉线中最令人惋惜的, 两人最终之所以没能在一起,全是因为身份和性格。 毕竟云兰是个骄傲的女人,是一宗之主, 与徒弟纳兰宴然一起抢萧妍这种事,她是不会做的。 饰演云兰的苏青最近因饰演耳情遭到网友的痛骂, 如今凭借云兰的表现圈粉了不少网友, 对此你希望云兰能和萧妍在一起吗?